这个东西吧 我感觉应该很难喝 谁说的 我平时最喜欢喝这个了 小子 这东西好像不能乱喝吧 没有啊 我可是天天喝的 尤其是冰镇一下的 最好喝了 难道我发言了 这个东西吧 我感觉味道应该是苦的 浪哥说的没错 看来咱俩是同一个词啊 下次我请你也喝一杯 我不要 我不要 该我发言了 这东西喝完有可能会赶 还不止呢 我甚至见过喝完之后 乞巧留学的 大佬 有些事不知道该不该说 我刚刚还见到你儿子 喝了一大杯这东西呢 不是吧 我的宝贝儿子啊 拿来吧你 大佬 你先别着急 我敢说 这次的问题肯定是小子 我敢说 你小子这里血口喷人 我的词明明是可乐 不好意思啊 我们的词都是这个 哪里 不是吧 那我刚刚还说自己偏偏喝 我知道你们以为我有事喝毒药啊 对对对 太尴尬了 小子 你输了 必须接受惩罚 来就来 就你们脑子 能想出啥惩罚 不好意思啊 这次惩罚不是我来想 那是评论区的粉丝们 我的妈呀 这些惩罚也太离谱了吧 赶紧的 从评论区任选一个 选就选 我选这个 小个小子 跳着自己抱上两小型 简单 我看这个小子就挺不错 杀 怎么样 这下你们满意了吧 你是个狠言啊 2000 years later OK 咱们来开始第二句吧 等会儿 我要看 我就位置风水不好 我要和你换换为例 谁是卧底第二局 我先说吧 这个东西 我可错了没带过啊 那就玩意的 大概不是什么好人吧 可以的话 我这辈子都不想带这个东西 没错 这玩意儿戴在手上 肯定冷冰冰的 全部就 我送了这个东西 给你们打扫当礼物呢 啊 大佬 你确定送的是这东西吗 当然啦 你们打扫看到之后可高兴了 大佬 我没得问一句啊 你送的那东西是啥颜色的 当然是金色的啦 兄弟们 不用怀疑了 这局大佬就是卧底 什么 难道你们的词不是这个吗 当然啦 我们平民的词是这个好吧 我就无言以对 好了大佬 你也该从平民区愁惩罚啦 等一下 我这里有一张惩罚转移道具 可以让右手边的人代替我接受惩罚 不是你等会儿 这哪来的什么道具呀 当然是我吃橘子买的啊 不信你们游戏管理员 我来 根据查询 大佬的确花费十万弹币购买了道具 所以道具可以生效 由他人代替接受惩罚 可是大佬 你这客机玩家也太过分了吧 等一下 如果是右手边的人接受惩罚 那么高宫的战备接受惩罚的就是 我自己呀 大佬求求你了 麻烦你帮我选个简单一点的惩罚吧 好吧 那我就选这个吧 用擦地动作 把蛋蛋倒里里外外擦了一遍 啊 那我得擦到猴年霸月子呀 大佬 这不太合适 能不能换个 兄弟们 我都擦到大半夜了 结果才只擦完舞台这边 零了零了零了 哎 不是 我刚擦干净的 又踩脏了 救命啊 我要退油